你看看这个P怎么办 这个弟弟在后面就毫无违和感 就感觉他真的他就是这么草了的 我听说就这个圆图 是弟弟自己发上去的 自己打了马赛克 自己给改的手机密码 把他割手机密码赶了 对对对 是真的吗 不是就是有这么一个假料 我们就是听一下就好 起因是他们俩好像分别在剧组的时候 肖哥挂他电话然后生气了 然后两人见面以后呢 他就拿着肖哥的手机 先自己打了马赛克 因为这马赛克一看就很不专业 对不像肖哥那麽 这还不如我打的呢 说实话 而且你有发现吗 刚才肖哥脖子上有一道马赛 有了发现了 就是如果我打 我都不会把脖子上马赛克打那么股头 你知道吧 而且这里边好像还有一个假料 是当时他们俩讨论手机密码 肖哥说 哎密码怎么改了 密码是多少啊 完美就不跟你说 然后工作人员就出来打圆场 就说哎呀我们尊重别人的名次 不要看别人的手机 对对对 然后肖哥说 他改的是我的密码 但是大家当假料课 当假料吧 当假料课 而且你发现还有一个小红小绿的爆料 小红小绿也爆了 对就是他们俩在讨论窗帘的疼度 那肖哥说 你这个凉破了 你不是没找着齿吗 你还不赶紧找齿凉 现在不退什么时候退啊 然后肖哥就又说 不过短点就短点吧 就是露一点玻璃而已 然后一不说 哎呀你说的都对你说的都对 然后肖哥说 你去听听他是不是一样怪气 就是肖哥刚才那个自拍后面的那个窗帘 哦 要露了一个 对对对 他们为什么要一起讨论窗帘呢 哦 哈哈哈哈